大家好,现在是2023年2月24日,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今天上午,A股是一个缩量调整 昨天晚上视频里面我们期望的向上变盘,今天并没有出现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向下的小变盘 盘面上,短线活跃资金基本在军工和人工智能这两个方向 下午,我们需要观察券商指数680点位置的得失 操作上,如果偏稳健的,可以考虑再大的区间3210点至3300点的下沿附近 也就是靠近3210点做一些低阶,喜欢短平快的 则可以继续留意人工智能和军工这两块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今天晚上再见,谢谢